那我先講這個衛少執勤的部分好了 前幾天看到這個投稿者 有在靠北長官上面投稿 那有一點我看到我真的嚇了一跳 他既然說 某個人 會因為跟幹部比較要好 都不會有夜少 這一點整個讓我非常的驚訝 為什麼 因為自從87年88年 部隊合理管教之後 然後申訴制度暢達之後 國防部就針對衛少執勤這個部分 有特別明定的一些執行方向 其中 改變最大的就是 你必須要合理公正的排定衛少執勤 所以可能90年以前的 那個衛少可能是執行官 他喜歡誰排哪一班就排哪一班 他喜歡這個 這個資深的人員我覺得讓他 安關站洞六腰樑他就排他洞六腰樑 以前是這樣喔 但是自從申訴制度 建立很完全之後的 的幾年後就開始有對衛少執勤上面 有做很明確的規範 大概是90年了 90年後 就有 相當明確的規範 就是以公正 公平 來排定衛少 讓大家去執勤 那當初設立這個 這個方式的時候 最基本的就是 你至少要有一個 輪序表 就全聯總共 我拿 安全士官來講好了 全聯總共有21個士官好了 那你這21個士官 要在前一個月的時候 先抽出次月的輪序 好我可能是第1班班長我先抽 而抽出來的輪序是19 然後每個人都抽一個輪序 然後完成次月的安全士官輪值的順序 就有一個輪序表了嘛 可能第1輪序是第3班班長 第2輪序是第6班副班長等等 這樣依序下去你就有一個 21個人的輪序嘛 好那執勤官在排哨的時候就方便許多啦 反正有輪序 你就按照輪序好今天 整天總共要60個人 執勤好了你就從 大家都沒休假的話 1到10嘛 第一個 兩兩兩兩四 的安官 就是第1 順序1的人 兩四動兩就是順序2的人 一序排下去總共10個人 完成了 一天的 安全士官職取 那第2天呢 第2天就從第11開始嘛 他就是第2天的兩兩兩四那一班 因為我例如整天 一天會有10班 10班安全士官的話 那第2天 就從 兩兩兩四那一班就從第11個輪序開始 那第12個輪序剛好 他今天休假 那怎麼辦 就從第13號往前地補嘛 因為人家休假嘛 就往前地補嘛 就按照這樣的輪序 一直執勤下去 那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輪序表 是看起來 是非常公平 進趨於公平 那你說 這個輪序 完成這樣的輪序表 會不會還是有問題 當然還是有問題啊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問題 就是有一個輪序表啦 為什麼會有問題 就是因為 你如果完全按照這個輪序 會有一個迷思 什麼迷思 就可能6日的時候 我休假了 那我的輪序是不是跳過去 其他留守人員一直在做輪序嘛 對不對這兩天6日的時候 他還在按照那個輪序去執勤 然後呢我禮拜天晚上我收假了 結果呢 剛好兩兩兩四 的那一班衛少 是我輪序的下一個 那是不是我晚上的時候也不可能有 夜間的衛少可以輪職 對吧 因為兩兩兩四 是我下一個輪序他在職的 那兩四動兩我收假應該是輪到我的輪序可以繼續下去了 但是為什麼 因為 兩兩兩四那一班的衛少是我的下一個輪序在職勤的 那是不是我就 夜間勤務的部分 今天就沒有我了 所以這個就是有一點 小忙點 就是我可能當天收假也沒有輪序喔雖然我休假 今天很快樂在外面玩一天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回去我就是要 擔任 幫 幫連上分擔一點夜間勤務 我要 去擔任夜間勤務的人員 但是 因為 輪序的關係 因為這個大輪序的關係所以有可能我回去的時候 當天也沒有夜間勤務喔 那留守的人員就會覺得 你晚上回來應該是 要輪到你今天收假應該輪到你職夜間勤務才對啊 怎麼還是我們這些 留守的人員 繼續在執勤 所以這個就 你說 這個大輪序的方向沒錯但會不會有一些 迷思 還是會有的 還是需要做人員 人員去做調整 但是按照正常輪序去排定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 人員去做調整之後就比較會有問題了 所以很多單位現在執行的方式大部分 都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按照輪序 就算你當天 收假回來 剛好是輪到你的下一個輪序的話 一樣按照輪序走 這樣是完全最公平的 比較有問題的是這個完全按照輪序走 比較有問題的是 如果 立日 剛好某一個執勤人員他有特殊的 勤務 的話 這個就 可能有的單位是瞬移 有的單位是就直接跳過去不太一定看各單位的 排定的方式 所以 其實衛少輪職方面 是有一個規範 那今天 那個投稿者 有特別說到 跟哪一個幹部比較好 他就會沒有業紹 永遠沒有業紹 我就心裡在想 都什麼年代了 還有那種 因為執行官想要排誰就排誰的 這種輪職方式嗎 我想說現在已經109年了 原來基層單位 所以 我一直說 基層單位為什麼一直都會有問題 因為就是有那些不孝的幹部嘛 他就覺得你好欺負嘛 我就按照我執行官的排 排哨方式你又能拿我怎麼樣 所以這個 非常要不得 這種幹部真的是 很要不得 明明 就有規範讓你依循 你就不按照規範去做 你偏偏要用你的方式 去排定衛少執行的輪序 那你今天如果人家像這樣爆出來了 你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啊 因為你就是沒有按照輪序走啊 不然你掃表拿給我看 我馬上可以點出一些缺失 非常簡單嘛 然後有些單位更公平的單位 除了按照大輪序之外 他在月底 還會有一個統計表 就是全聯的執行人員 在做夜間勤務 就是兩兩洞洞到立日的洞六洞洞這一段時間夜間勤務的人員 每個 每個人都會有一張 有一張全聯的統計表 裡面就會顯示 所有人這個月 夜間執行的次數跟時間 那如果某些人他執行真的 第一個阿兵哥他佔大門衛序 動兩動四總共佔了12天 另外一個很奇怪他只有佔7天 這樣比例是不是差很多 下個月就要做事實的調整 那這個是更公平的單位 會使用這種方式做 衛少的輪值 那如果你是一個就公正的單位就好了 你就是在前一個月要完成 次月的衛少輪值順序 然後當月的時候呢 你就要按照這個輪序 去排定各項的衛少群務 不管是大門阿 還是彈藥庫哨啦 還是安全士官啦 等等 那戰情那一部分我就不想因為戰情就那幾個人在輪嘛 通常戰情執行不會有什麼問題因為就那幾個人輪嘛 要不然你真的那一天有事還是你要公出 你就請人家代理 或者是跟他對調 這戰情部分我這裡就 不做探討那問題比較小 那比較有問題的就是就是大門衛少 或者是 安官職勤 的部分 所以我還是建議各單位 你在 安官職勤或是大門衛少在輪值或是彈藥庫在輪值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輪序表 然後你按照執行官按照輪序表 去做衛少的排定 你不要每次就我喜歡誰排哪一班所以 為什麼會有人 做那個反應 可能他那一篇並不是要主要表達 衛少的問題 但是我看出這個問題 他說跟誰誰誰好的永遠都沒有夜少 這就表示 連上的 衛少排定是有問題的 那你執行官當然是 第一個把關者 通常 連級單位的衛少排定通常都是執行官在排定的 那你是不是你就是第一線最有問題的 那你今天我去拿掃表來 一看攤看一看 就知道有沒有問題了 那輪序就是那個輪序你突然中間插了幾個人或是中間突然露了幾個人 看不出來嗎 一定看得出來的 衛少這種 衛少輪序 去排定的最容易抓了啊 那你 你衛少輪序是不是 衛少輪子表 每個月參三是不是都要把它收整存查 所以你說史無對證嗎不可能啊我一定可以找出 執行官是誰啊為什麼 因為你辦就是你那個執行官啊你總是要呈給連長 批示公布吧 那你辦的地方不會是你舵章嗎 或簽名嗎 一定是你嘛 所以我還是在這裡要特別請執行官 要特別注意有關衛少輪職不管是安全士官大門衛少還是彈藥庫少都一樣 只要是衛少的輪職你一定要按照大輪迴的輪序表 來排定 你不能今天你想誰站哪一班誰站哪一班那那這樣還得了 那如果一個很差的又大家都很連上大家又很討厭的人他不就每天都兩次 那你覺得這樣的請勿是公平的嗎 一定是不公平的嘛 所以國防部為了有效杜絕這四類案件發生 才會擬定了那一個衛少輪職的方式嘛 才會跟你講衛少要怎麼排定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先完成一張全聯的不管是什麼衛少的輪職表 那如果大家都同意說好就一個輪職用 用永遠好了也是可以啊 我是建議前一個月就把次月的輪職重新 抽籤 重新排定 會比較公平啦 因為如果你都 不重新抽籤的話 會造成新進的人員一直補在後面 這樣會有一些問題 那 其實就按照各單位的 的 的執行方式去 做改變了 如果聯長特別 要求就是每個月都要抽輪序的話那就抽輪序嘛 那我個人也是比較建議就是 這一個月抽下一個月的輪序每個月都替換會讓人家覺得比較好了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有些人 很難叫醒嗎 那例如我的我是 我是12號輪序 我的13號是一個學長 他又很難叫 每次都拖個五分鐘 那是不是我在這個連上都 不換輪序的話我永遠都要叫那個學長 所以這也不太公平啦 所以我是建議只要 換了個月 應該就要抽籤再決定下個月的位上輪職的順序 這樣會比較公正 所以你看 從 國防部90年強烈要求 執行由大輪 大輪回 實施之後現在已經 109年了 這20年之間 你沒有把 衛少輪職變得更公平就算了 既然還有人在反應 有的執行官 跟誰比較好 他就永遠不用站葉哨 這個 我怎麼聽得下去 你說這個部隊有在進步 你說這個國防部有在進步 我都看不出來 所以我以前在擔任不管是主官管 或副主官的時候 對於衛少執行這一方面 我特別重視 為什麼 這個最讓人家可以看得出來公不公平 而且你又留了一堆紀錄 去給人家看 所以衛少輪序公不公平 很快就能查出來 所以你要不要讓這個衛少 進去與公平 要啊 那要怎麼做 唯一一定要做的就是按照 衛少輪職順序 去排定 衛少輪職 這個是最公平的 不能說完全公平 但是最能趨近於公平的 就是按照 衛少輪職順序 去排定 衛少輪職 千萬不能有那種 我跟誰比較好 所以哪個執行官 排定衛少的時候 我就一定沒有夜少 這種的觀念是非常要不得的 而且只是只要來督導 肯定有問題 人家一拿輪序表出來對 你這個執行官就完蛋了 未按照執行方式實施排定 所以衛少執行 關係著每個人的睡眠時間 都要公正對待嘛 你是執行官 你是這個連的執行官 全連都是你的弟兄啊 你在執行各項任務的時候 你在分配各項任務的時候 他們都是一個個體啊 他們都是為連上在服務的 你怎麼可以 因為他跟你比較要好 或是不要好 然後就用衛少的方式 來因為你人質的管理方式 排定一個輪序 這樣是不對的 而且這樣是非常危險的 你這個執行官 我只要一去你的部隊 把輪子表 跟你的哨表拿出來一對 你就完蛋了啊 所以執行官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個你真的是提頭來幹了 千萬不能這樣 現在沒有人在那種 用你自己想排誰就排誰這種方式 去實施衛少輪值 所以執行官 你這一點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個很好抓啦 可能我不用去看你隨便叫一個 中士或中尉去看他都看得出問題 那我今天比較納悶的是 為什麼 這個衛少大輪序 這個已經執行了快20年了 為什麼還有人在用人質的管理方式 去排定衛少 線上的這些人 線上有五個人 可以跟我說明一下嗎 為什麼還有基層的人員 用自己想要誰就誰 去排定衛少 卻不按照 衛少的輪序 去輪值 所以這問題很大啊 推了20年一個 我覺得 國防部下這個命令就很好啊 你排出一個輪序 大家按照輪序去質詢 不會有問題 進趨於公平 那你基層連隊 為什麼要打破這個公平 用你自己的方式 去輪值 各項衛少 所以是你的問題嗎 不是規定的問題喔 規定寫得很明白喔 都是要用 抽籤輪序下去輪值的喔 他都有一個輪序表喔 有一些機關單位 因為他輪序表都做得非常好 就是那個輪序 然後有新進的人員 再換一個新的輪序還是重新抽籤得到一個新的輪序 去輪值 這樣才是最公平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說你這個執行官用你自己的想法 去排定夜間勤務的 各少點的夜間勤務這樣怎麼可以 這個我真的是 非常不能接受 所以啊 所以為什麼 現在已經到109年了 既然還有人跟我講說喔 誰跟誰比較好 所以他就都沒有夜少 這一點我真的完全不能接受 你想一想 每個人都是人生父母養的 如果 被一個母親知道 他的兒子 跟其他人一樣是士兵 他的兒子每天都要站兩次 每天都睡眠不足 你想一個媽媽會怎麼想 一樣兩個都是一兵 一樣兩個都在執勤大門會上 我兒子每天都兩次 媽媽能接受嗎 你不要說媽媽啦 我都不能接受了 為什麼你給我一個原因為什麼他每天都站兩次 對啊 沒有人能接受 所以為什麼 在90年後 為什麼 國防部要強力推這一項政策 衛少輪子一定要有個輪序 輪序表先訂出來再實施排定 我當初就非常 堅持這個方式 我在90年擔任副主觀的時候 我就非常堅持 就按照國防部 這個做辦理 那當然 90年之前我當然也是 有擔任過執勳官啦 因為那時候規定還沒有特別明確 那個年代的我當然就是 也是有這種方式產生 我這裡先跟 以前被我帶過的 弟兄說聲抱歉 我那個90年之前 本人擔任職勤官的時候 也是有一點 衛少輪職方面 也是有一點按照自己的意思 所以 當我可以決定這個聯商的 的衛少執勤方式之後 我當然就按照我的方式啊 就是 全部按照國王部或各軍司令部或指揮部 頒定的衛少輪職規則 下去實施衛少的排定 所以為什麼我對這件事 我非常的不認同 現在都109年了 既然還有單位是執行官想排誰站幾點的哨 就排誰站幾點的哨 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我那天看到那個留言我猜你 我真的嚇死了 109年了 你說20年前我們剛好在那個清皇不接剛好在那邊過渡期 有些單位剛好還這個樣子那就算了 經過了20年 既然還有這種事情發生 國防部 你跟我講 你到底改變了多少 那你跟我講基層沒有問題 誰相信啊 你光是衛少輪職 就問題一大堆了 你頒布的計劃沒有人理你啊國防部 你要檢討啊 沒有人理你啊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那連上的佛法長在做什麼 連長在做什麼 你每天在批哨表 都看到怎麼都是這幾個人 站同一班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還是每次怎麼夜哨都是這幾個在輪 我的二兵怎麼都在輪夜間勤募 怎麼都不成站白天的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每次動612的安全士官 只要有月會 都是士官長在站 那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 你不覺得奇怪 你一跨出連長士大門你就看到安全士官桌 今天又要超課 動612又是一個資深上市 怎麼他常常都在 超課時間站安全士官 這就有問題了嘛 那你連長也是閉著幹的啊 你佛法長也是閉著幹的啊 我不知道要你這些連擊幹部幹嘛 你士官督導長也是閉著眼睛幹 安全士官輪資你督導長沒有責任嗎 你不用去督導衛少嗎 是不是 所以這衛少執勤 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夜間勤募為什麼 雖然各軍司令部或指揮部 都有針對夜間執勤人員 可能會有一些 補眠嘛 是不是補眠嘛 都有讓他們補眠 或是玉眠嘛 有的那位是玉眠啦 因為你說4、6他下掃他也補不到啦 所以有些可能是4、6的可能就晚上8點或9點就讓他 下去 睡覺了嘛 玉眠嘛 4、6比較有可能啦 3、5比較有可能 這種中午會上比較有可能 那你說他 他兩次動糧你叫他去補眠 他也睡不著啊 所以有關這個衛少輪值方面 我還是希望各單位 你執行官你一定要按照輪序表下去排定 除非有一些特殊狀況 也要跟連上或者是 該班的下一個輪序 講清楚 為什麼 他突然被參謀長找去問話 他下一個小時就輪到他站上怎麼辦 要應變一下嘛 要做處置嘛 但是你一定要跟他講 跟他下一個輪序的講他是因為怎麼樣怎麼樣所以 我們這一個輪序先讓你去貼這一班哨 那之後呢他回來之後 會在後面 把他插入之後 下一個輪序又換回原來的輪序 你要跟那個 執行的人員 突然執行的人員說明啊 所以你說這個 輪序表重不重要 很重要 各連不管是什麼哨點 你是安全士官 你是大門衛哨 你是 你是 彈藥庫的哨 都一樣 好啦 那個鄭傑鄭傑你你有講這個我同意你的想法對 這個在前一天 我不知道你各單位的課前準備會議 都在什麼時間召開 大概是183棟吧 通常啦 都是183棟吧 那連長會 會批示哨表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應該都是兩棟三棟 或兩兩 兩棟到兩棟三棟會比課前準備會議晚一點 批示哨表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們的課前準備會議就像你講的 有值班的啦 勤務的啦打草歌草都有 都有 那他就會在這個時候把這些人員挑選出來 有一個方式就是 你可以針對明日的職勤的人員 你就不要挑這些人去做這些工作 這個是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是 沒辦法 這個工作就是他一定要去 他明天又剛好有勤務 那怎麼辦 大部分的單位 都是讓他輪值188過後的那幾班補回來 先讓他補回來之後 隔一次的輪序 再輪回原來的輪序 鄭杰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衛少輪值 我當初跟我的 我在當 副主官或主官的時候 我跟我的執行官也研究了很久 我們只能找出 禁區於公平 你說要完全公平 是 不太可能啦 因為就像鄭杰講的 你有勤務嗎 你有突然發生的事情嗎 等等 那有些單位是火防不會納入職勤 有的銀布聯會把他納入 第一班 可能 兩棟兩兩 所以這還是要按照 各單位 的狀況 去 把他斟酌做改變或增加 那我的意思是 我今天看到的 那個狀況是 你既然是按照你執行官的意思去排定 這樣當然就不行啊 你一定要先依據一個輪序表 然後才有排定嘛 你不是自己想今天兩點兩事 不管輪序表放在旁邊 我想排誰就排誰 我相信各單位一定有那種 明天要約會啦 還是明天要實彈射擊啦 明天有什麼重要任務啦 奇怪了 洞六腰兩那班安官就剛好是那個資深的 的上司在執行 是剛好輪到他嗎 哪有那麼剛好輪到他 你當我在基層待這麼久我是傻子啊 我在當主官的時候我是傻子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如果看到那個 執行官給我的掃表 不管是安官還是彈藥掃還是大門衛掃都一樣 我一看掃表就大概可以看出一個端倪了啦 我是不會讓不公平的事件的衛掃 發生在我的臉上 或者我的對上 我是不會這樣我不知道其他臉是怎麼樣 我也曾經看到 隔壁臉 每天兩次都同一個人 每天兩次的安官都同一個人 就是那個醉菜的 那個醉菜的下士永遠都是兩次 除非他休假 不然他都是兩次喔 我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那我也不要說對面之前的 連長是誰啦 好不好 反正他也退休了啦 不要說人家 反正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又是他 怎麼又是他 都是他喔 那時候已經超過90年喔 9293 主官 差不多9293的時候 那當然這是別人的臉上嘛 我當然不 我自己的臉上都管不好 我還是管到別人的 所以我當然不可能 問他們連長怎麼樣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 既然人家有這個規範 我們就按照人家這個規範走 而且人家這個做出來的規範是好的啊 他又不是說 他下了這個規定是讓你 衛哨越來越不公平 沒有啊 我當初就覺得 他有這種做法最好 因為 我在擔任執行官的時候 我常在想 我每天排這個菜的 戰哨戰兩次 我排久了自己 心裡也會怪怪的 我覺得 來到一個軍中這個地方 他又這麼資錢 又這麼多人在墊他 我還要每天排他 洞兩棟式的安全士官 我心裡 都過意不去啊 所以我那時候在當執行官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想 哪一天最好可以有一個很公平的衛哨輪值方式出來 讓我們做依循 那該躲好 沒想到隔幾年 真的頒布新的規定了 所以我對於衛哨輪值我是希望 你各單位都有很多勤務 沒有錯 但是 還是要 近趨於公平 去排定 衛哨輪值 不可能有那個 靠北長官上面那個人講的一樣 誰跟誰比較好 永遠都沒夜哨 這麼好 你跟副連長比較好 你跟士官長比較好 永遠沒夜哨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這個我是非常不能接受的 所以如果各單位現在還有存在這個狀況的話 我會一直管制 好不好 只要有人 有人 PO文 我就再往這個問題上撒言 我就要讓所有的執行官 你就是 要按照輪序 近趨於公平的 排定夜間勤務 絕對不可能有那種跟誰比較好 永遠沒夜哨這種 這太誇張了啦 民國109年了 還有發生這種事 你說 你說 喔有時候不小心有一個人 怎麼樣怎麼樣剛好跳過那就算了 他是說他都不會站到夜哨 這個就很誇張了 你就是欺負那些好講話的人嗎 還是欺負那些 資淺的人員 所以這個部分 我還是希望執行官 在排定衛少方面 一定要按照輪序表 下去輪職 真的沒辦法 就要近趨於公平 的去排定衛少 不可能有那種 誰跟誰比較好 就永遠沒有夜哨 這種屁理論 我都聽不下去了 什麼叫誰跟誰比較好永遠 都沒有夜哨 所以 這個衛少輪職方面我希望各 當位的士官督導長 發揮一下你的功能 你也去看一下衛少 你不要跟我講衛少不關你的事喔 我曾接過經濟士官制度的業務喔 我擔任人事人員的時候也接過喔 你不要跟我講這不關你的事 我能講出 我能在昨天的PO文講出 士官兵考核表這種東西 你還認為我對經濟士官制度不熟嗎 所以 士官督導長 你也要去注意衛少輪職的問題 這你夜管的嘛 你要負責的嘛 火房 貴哨 人事 後勤 訓練 哪一個不是你的 作戰不是你的啦 作戰 關於作戰的不是你 關於為安的不是你的 其他的你都要顧到的 只要那個 那個 督導要有士官兵的 就是你 你敢說衛少士官兵沒有參與在其中嗎 一定有的啊 那關不關你的事 就是你的事 今天一個中衛執行官排定的衛少很奇怪 你就是要跳出來 不然要你幹嘛 要你這士官督導長幹嘛 等領錢又不用執勤 什麼都不用做也不用留守 那要你幹嘛 要你就是去關懷你的士官兵 有不公平的地方 有需要改進有需要精進的地方 你士官督導長就要跳出來 就像今天講的衛少輪職的問題 你覺得不公平 你覺得有問題你就是要跳出來 你每天都要去看哨表 因為輪職都是你的士官兵啊不是嗎 有軍官去輪大門衛少的嗎 沒有嘛 有軍官去輪安全士官的嗎 沒有嘛很少嘛 除非新興單位有時候接兵空檔的時候 可能 排長會下去輪職一下 如果連上幹部不足的話 所以 所有的輪職都跟你士官兵有關係啊 那你說你士官督導長不用看一下哨表嗎 你不能說排長那個 你哨表什麼時候會排定完成我稍微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有問題我給你個建議 這樣你不會講嗎 如果你連這都做不到你這 就是愧對國家給你士官督導長的加級啊 丟臉 一點都不關心你的士官兵 這個衛少執勤這麼重要 這麼關心著公平性的東西你不去注意 所以 為什麼這麼多人都看不起你 也是有原因的嘛 當然我不是說全國軍的士官督導長都不好了 當然我遇過很好的士官督導長 年半也很高喔 76年半喔 他一樣很認真耶 所以這個其實跟人有關係啊 跟人的個性也有關係 但優秀的士官督導長 確實是存在這不可否認 然後認真在自己工作上面的也很多 就是那些少數的士官督導長 我一樣說少數啊 跟我在東升新聞被報導出來那一篇一樣 我還是強調 少數的人員 但是這些少數的督導長或資深士官 或者是資深軍官都一樣 你就是 讓 你就是破壞這個體制的人 你就是破壞這個基層 合理管教的人 就是你們這些人 所以我要剷除你們啊 我講的啊 我就是要剷除你們 今天讓我抓到一個衛少的問題 我就砍你 執行官我相信很多 持兵單位執行官都是士官在背喔 不管是上市 或者是士官長喔 當然不是督導長啦 督導長不可能被執行官別傻了 他能把火房看好 我也是要看好 排價輪續 把伯架 的 的留守的次數算好就很不錯了啦 你不要跟我講這些你都沒做 士官督導長 你真的要 好好加油啊 那些差的 今天 更正 昨天 也有一個士官長 士官督導長 他也發了一篇po文啊 我也回應他 是少數嘛 當然不可能 我相信他是個很認真的督導長 然後他看不慣喔 最近很多人在抨擊士官督導長 其實也不用抨擊啦 現在基層就是這樣 尤其是陸軍士兵單位我直接點 就是陸軍士兵單位為什麼 看範左線就知道了嘛 我知道現在的 連擊營集士官督導長 你以前 在的那個年代是非常辛苦的 我也承認 你可能也遭受到某一些的不公平 我也是那個年代過來的嘛 我只是看著你們士官過來嘛 那我也知道 但是 你有沒有跟著這個時代的脈動在前進 不但管教已經不能用了 好你們這些資深的上司或士官督導長 已經不能用了 這時代在改變了 不然今天怎麼會有陸軍專科學校的學生 在說他搶個年級章 他覺得他很辛苦 都在太陽底下 然後演練這麼多次 這個在我們這些人心中聽起來 然後呢 每天都這樣嗎 一年就那一次 你一輩子就只有那一次搶年級章 所以啊現在年代已經改變了 你士官督導長資深上司的觀念絕對要改變 不然哪一天就多了一個範左線而已 我真的不騙你們 今天是都沒出事喔 都沒出事喔 如果今天 有一個士兵 因為每日輪值 洞兩棟士衛少 促使 調查原因後 是某個資深的士官 跟執行官講以後都他排 洞兩棟士 你看你會不會有事 所以啊 我說 衛少輪值 為什麼要禁區於公平 就是這樣 大家 都是人生父母養的 如果我今天 在輪值夜間請務的時候 不是 兩次洞兩 就是洞兩棟士 難道我媽媽 心裡不難過嗎 好啦就算我表現的不是很好了 為什麼表現的不好的 他就要被你 強迫每天 戰鬥兩棟士 的衛兵 你跟我講為什麼 沒道理啊 他就是一個士兵嘛 他就是一個編制內的人員嘛 既然是在你連上編制內的 他就跟其他士兵都一樣 你不能因為他表現差 你說他表現差 你有寫士官兵考核表嗎 所以啊 我要找出你們這些士官的缺失 簡單的很 所以我就說啦 我就是來剷除那些資深 資深士官 那些資深 表現差的 又想凹人家 又要不當管教的 你如果不知道什麼叫不當管教 我禮拜六 有一個發文 有一個影片 你們可以好好參著一下 不當管教很多 你們現在都在做喔 所以衛兆這個問題 我就今天先講到這邊 我希望所有的 基層的各單位 在不管是排定大門衛兆 或者是彈藥庫兆 或者是 安全士官 等等 只要有衛兆輪值的地方 你執行官 一定要特別注意 按照輪序表 以禁區公平的方式 去排定衛兆的輪值 千萬不能有那種跟誰比較好 就永遠沒有夜間 勤勿的這種 屁話 我跟你講這個一查 只要有人去你就完蛋了 你執行官就完蛋了你知道嗎 有紀錄的啊 輪序表跟哨表一對 就對不起來了 好了你今天調了三班啦 你找了三個理由好不好 執行官相信你 我在拿第二昨天的哨表出來 你又調了三個 你又幫他找了三個理由 我拿一個禮拜的 你總共調了21個人的輪序 你給我找21個理由出來 你覺得有可能嗎 不可能啊我自己在基層大英九 我當過主官副主官主管都當過 你覺得有可能嗎 你要一個禮拜拜21個 有可能嗎 拜21個理由 給督導官聽 督導官他剛好那時候 處長要找他 這個是因為那時候他腳受傷 這個是因為他要上廁所 你掰得出那麼多理由我也佩服你 所以啊執行官還是按照正常的 輪序 去排定 你的勤務 這樣是最沒問題的 那像正傑他講的可能有一些臨時性的 你就跟 督導官解釋有什麼關係 然後你還可以跟說 包括督導官 這些人在下午18洞洞的時候 都會 返回部內 然後18兩洞就是由今天的 出去出公差的第一個輪序的人開始執行 補他們今天 白天沒有執行到的班 我就不相信這樣督導官會不接受 一定會接受的啊 他今天的輪序沒佔到我排到他回來的時候佔 然後隔一天再 回去他原來的輪序 這樣有什麼不可以 當然是要符合佔兩洞六的原則啦 你不能 他佔兩班剛好下一個輪序又輪到他了 那當然不行啦 還是要按照 佔兩洞六的一些原則 下去做 班次的更換 所以這個部分 希望你基層的執行官 一定要按照 輪序表 以建區公平的方式 去排定你的 衛少輪值 千萬不能有那種 喔誰跟誰比較好就永遠沒夜燒這種屁話 這種沒有人會相信啦 你看他一寫出來我就很想講這件事情 我沒想到109年現在的還有這個狀況 真的是讓我心痛啊 所以人質的管理方式在軍隊是不行的 你一定是要 合理管教 人質啊 這個之後我 很多影片都會說明到 不管是懲處人平會 不管是各項情務分配 不管是 這個價表的 的輪序 這個都是跟人質有關係為什麼我要杜絕人質 要合理管教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有太多的不公平參雜在裡面 所以我希望各單位 執行官在 在這個衛少輪值方面一定要公平 那你是士官督導長不管連擊雲級 的士官督導長 你都要特別 你連擊士官督導長不用講嘛你連上各項的衛少輪值表一定每天你都要看過嘛 那你雲級士官督導長當然是偶爾去抽查一下因為你是雲級的啊 這沒問題吧 跟執行官拿個 輪序表 存查的哨表稍微對一下 要不了你多少時間嘛 所以有關衛少輪值方面你士官督導長絕對有責任 去查查 排定是否公正 不公平等就跟執行官建議 我們當然不可以跟連排長說喔排長你那個不行喔 你馬上跟我改過 這就不是你士官督導長的責任嘛 你不能跟排長這樣講話嘛 你可以跟連長 連長講 你可以 完整的跟包排長 那個你昨天的排長輪序喔那個誰誰誰好像 兩個輪序顛倒 你有什麼原因嗎 排長可能就說 我看錯了 你就跟排長下次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然那有些阿兵哥 心裡會覺得很奇怪 就跟排長稍微講一下 當然不可能命令排長你就算你是連士官督導長 我再說一次喔 連士官督導長是不能命令排長的 你憑什麼命令排長你有行政權嗎 你是連級幹部沒錯 事官跟軍官不一樣 你士官是沒有行政權的 軍官才有行政權 今天這個排長去當獨立排排長他有官房的 他是主官 他可以批丁種帳本 你可以批丁種帳本嗎 你是屢級事官督導長好了 你可以批丁種帳本嗎 不行嘛 因為你沒有行政權嘛 你是士官 你沒有行政權 好不好 所以對排長 你還是要非常敬重他 可能他不是很優秀那又怎樣 他是排長啊他是軍官啊 你就是要尊重他你是連級幹部又怎樣 你就只是一個士官啊 是不是 所以 士官督導長在衛少執行這方面你也要特別去留意 看衛少排定是否公平 那如果不公平的話你教他嘛你教排長又怎樣不行嗎 你都已經排幾年了 排少你都排幾年不要跟我講你不會 那你去指導他嘛你不會的話你不配當時兵年的連士官督導長 你在士兵年那麼久了你跟我講你不會下基地 我聽得下去嗎 聽不下去啊 你跟我講你不會綁鐵皮 我聽得下去嗎 聽不下去啊 所以 你在的 你在連上的 唯一的 地位就是你對這個連很熟悉 你對任何一個出關你都要進到協助的義務 包含軍官 今天一個中衛突然到連上當排長 馬上就要上鐵皮了 你不去火車站幫他嗎 還是你想說關我屁事啊他是軍官 他自己去學 那你這個人也有問題啊 這品德也有問題啊 連上的事情你都不管了 你不是連級幹部嗎 連上的事情都不用管也不用協助 在火車站也沒有士官兵 你都不用去看 所以各級 士官渡導長很多事都是你該協助 我不能說你去讀主導 你就是去協助 你不是主官的左右手嗎 那主官不能牽制到的 今天 我的大部隊 在 營區裡面操客 我少部分的人20個去上鐵皮了 那主官他當然跟著大部隊啊 那你都導長的他的左右手你不該去火車站看一下上鐵皮嗎 所以 士官都導長你絕對有責任 去看這個 衛少表 輪值是否正常 是否公平 不公平的 提出建議 不公平的跟連長報告 不公平的跟營士官渡導長報告 你讓我看到你的存在的價值好不好 不然你這樣 真的愧對 一個月國家給你這麼多錢 好這個是 衛少輪值的方面 就是剛好有 有人在 靠北長官PO 我剛好看到這一段 我眼睛比較賤 所以我剛好看到這一段 在外面